没完就我画完了反正就怪这么多 就是我比如说出现什么画面上的问题 我就会怪所有的外景 外景也错过似的 好 那么这个奖杯 我就要画高一点 不要画太低对不对 对吧 那你们考试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边边是什么 做考区域不能这么这么 大概就这么大的值对吧 可能还没这么宽呢 可能还要再展一点点 然后呢我平常手拍 就像平时画那个 什么一样好吧 盘子对吧 画过圆盘吧 那我平时圆盘是不是这样摆的 我把圆盘扭动一下子对吧 那我也可以画一个正的 我先画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底下还有一块 比如说这个是这样搭的 对吧 它肯定有两个吧 对不对啊 现在是属于一个创作阶段 对 画不好呢 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肯定是放在这里的 对不对 是吧 想象一下 这个是不是绝绝子 最重要的是 它这层上面的这层皮 对不对 奖杯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下面有底座 好 这个位置呢 我把它挡住了 挡住的东西是这样的 你要先把它画出来 前面的东西可以去 但是你要先把它画出来明白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啊 因为你要是这个 你在这里突然按一个 之后小尾巴它不符合逻辑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刚刚说了要在这里摸一个果子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挡住它了 然后呢我还想摸一个羽毛球 那我们平时画的时候是C型还是S型 这里是不是有个东西 这里适合画什么 羽毛球 都行吧 你们想画羽毛球 要画乒乓球呢 我画乒乓球 画乒乓球 画乒乓球 乒乓球啊 好好好 那也都应你们 反正画不好怪你们 我不把头发画这边 我要把乒乓球的这个放这边 不倒红 是不是长这样的 羽毛球也出来了 好 这里有个乒乓球啊 这个乒乓球呢 都是这里有 这个是底下的对不对 这个是这一片的对吧 是不是 好 那么苹果 苹果旁边 为什么我非要画一个乒乓球 因为画面当中的圆呢 你要有大有小 这个是真的是很圆的啊 好 那么比如说它这个上面还有这种细线 对不对 因为它有这个飘带嘛 是不是得奖了 还不得得瑟瑟 还有什么呢 钢笔 他搞一支钢笔 奖励了一支 钳笔 钳笔型 那就钳笔 不可能让你默契一个钳笔的啊 是吧 是不是会奖励这个体育100 你得奖了 钢笔本子 哎呦本子 比如说你要默契 哎呦本子 我可以靠在这个后面虚掉 是不是 不重要了 好